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遏制民众扎堆买酒 印度开始对酒类征收70%的新冠税 来看到截止到北京时间6号的下午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是超过了120万例 而俄罗斯累计确诊病例是逼近了16.6万例 两国疫情尚未好转 但是双方的军事力量博弈却在悄然升级 美国国防部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军现役人员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4967例 在各大军种里海军感染人数最多达到2097例 五角大楼坚持表示海军部署的舰艇很安全 不过美媒披露的最新情况就没有军方高层那么乐观了 据纽约时报报道 部分结束隔离期的舰员两次接受核酸检测结果都呈阴性 但在上舰前再次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 让罗斯福号航母重新投入部署的计划再添变数 美媒称 有可能袭来的第二波疫情 让舰上医护人员与军方高层关系再次紧张 医护人员和舰员都怀疑疑似症状与新冠病毒有关 但海军官员坚持 两次检测不会有问题 发热的舰员可能只是换上了普通流感 美联社披露 目前大约有2000名舰员已经回到罗斯福号上 航母每天需要进行4次深度清洁 航母上疫情的新变化并未阻止 美海军在敏感地区高调行动的步伐 4号 美海军第6舰队宣布 一支由三艘宙斯顿驱逐舰和一艘补给舰组成的编队 当天进入巴伦之海 同行的还有一艘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 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美军作战舰艇首次进入巴伦之海 巴伦之海是一片位于俄罗斯和挪威之间的海域 大部分地处北纬70度以上 美媒将这片海域形容为俄罗斯的后院 巴伦之海南部的科拉半岛上 密布着俄海军北方舰队的重要基地和设施 俄海军唯一一艘航母 11艘战略核潜艇中的8艘都部署在这里 此外 该海域还是俄海军进行 新式武器装备测试的重要试验场 俄精锐海空力量进入大西洋 也基本都要通过巴伦之海 美军官方表示 为避免误判 在编队进入巴伦之海前 已提前通知核方 俄国防部随后证实 北方舰队正在对美军编队进行紧密跟踪 有挪威媒体注意到 美军编队中的一艘驱逐舰 唐纳德·库克号 在经过升级后 具备了探测和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 这很可能会刺激俄罗斯 因为俄方一直对美国反导装备的抵近 大为不满 美国在疫情条件下 挺进巴伦之海有多重用意 首先要在北极方向对俄罗斯进行围堵 如果结合北极站点 以及海上的作战兵力 基本上可以形成动静两堵围墙 对俄罗斯海军以及其他作战兵力 在北部方向的作战行动产生渗透功能 第二是要显示自己无比强大 尽管美国疫情严重 40多艘作战舰艇受到了感染 航空母舰趴窝 但是他的作战兵力 依然可以在远海地区 执行各种作战任务 所以如果按照目前这种远程大范围 对俄罗斯进行迂回包围的战略部署 也说明在疫情之下 美国对俄罗斯的大国战略 并没有停止的迹象 美海军舰艇进入俄罗斯后院 仅仅一天后 美国空军又在阿拉斯加 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展示实力的行动 当天26架F-22战机 两架C-17大型运输机 两架C-130战术运输机 和两架E-3预警机 在阿拉斯加 埃尔门多夫里查森联合基地的跑道上 排成长队滑行 随后以最短间隔快速起飞 阿拉斯加是美军战机 与俄罗斯战略轰炸机 近距离接触最频繁的地方 美军表示 3月至今至少多次拦截 抵达目标空域后 空降队员逐个从大约1万米的高空跳下 俄国发布表示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在极地实施万米空降 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称 这次罕见的空降演习 不仅是官兵提升 实战能力的宝贵机会 也成功检验了大量新型装备 在此次空降行动结束数天后 俄媒又跟进报道称 三叶草基地的机场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 原本只能在一年当中 有限时间使用的跑道 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起降飞机 接下来这条总长2500米的跑道 还将延长1000米 完工后将具备起降战略轰炸机的能力 在我们最北端的基地所在的岛上 建筑材料只有一种就是玄武岩 在采石场开采的岩石被爆破磨碎 然后用卡车运到施工现场 用于跑道的建设 在北极方向的作战能力 俄罗斯正在全天候多层次快速推进 之前俄罗斯已经在北极方向 有专属的武器装备 进行部署 那基地的兴建也如火如荼 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部署方式 那前置的武器装备 很有可能在对方的第一个波次打击下 出现严重损耗 那么空中的补给 空中的支援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出动三架1276 在北极方向进行空降行动 显示了俄罗斯在北极方向作战 有足够的弹性 所以尽管北极方向 有美国和其他北极国家对俄罗斯正在收紧包围圈 但俄罗斯用自己的空降行动证明 它可以有多种手段在北极方向建立自己的优势 并形成强大的作战能力 疫情期间 美俄两军斗法不断 后疫情时代 双方博弈又将如何变化呢 那么今后在后疫情时代 美俄的大国博弈不会产生大的变化 依然是全方位大反围 联合所有的盟国力量来进行各种对峙行动 目前看美国借助疫情 在黑海 波罗地海 巴仁之海 三海方向 同时对俄罗斯进行各种围堵 但目前看它的基本介入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以前是大编队联合盟国的长时间的威慑 那么现在都是短时间 以小编队和空中各种对峙行动作为常态 也说明目前在俄罗斯周边的军事介入行动 正在从以前的深介入变成潜介入 所以疫情条件下很有可能是对峙的低谷区 但是对峙的频率并没有降低 反而会有所增加 那么随着疫情的逐渐淡化 今后联合盟国甚至用更大的编队和空中能力 和俄罗斯进行对抗 依然会形成常态 我们每每提到俄美之间的大国博弈 那国防工业往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 疫情可以说给这两个军事大国的国防工业 带来相关的冲击 那到底有哪些冲击呢 这些企业又是如何来应对冲击的 在后疫情时代 国防工业的格局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一同来观察一下 当地时间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视察了大型制造商霍尼维尔 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口罩生产设施 这是今年3月中旬美国疫情开始恶化 全美实施限制措施以来 特朗普第一次前往首都及周边地区以外的州 白宫表示 特朗普视察的是霍尼维尔在疫情恶化后紧急建设的 专门生产N95口罩的工厂 在美国的口罩生产商里 霍尼维尔是与3M齐名的品牌 实际上口罩只是该公司业务中很小的一部分 霍尼维尔的业务涵盖石化能源 航空航天 化工家居与建材等多个领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霍尼维尔还是美国国防部重要的供应商 部分F35战机上的雷达就由该公司生产 持续恶化的疫情 给美国的国防工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各家公司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全美唯一具备航母建造能力的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厂方要求员工从4号开始 有任何身体不适都不得上班 并临时关闭了厂区的多个出入口 所有员工每天进厂前都必须接受体温检测 而在战机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迄今为止已经有至少9名员工感染 安东尼马尔切就是其中一位 据美媒报道 洛马从事的装备生产被定为必要性产业 因此在疫情期间保持了正常生产 但部分员工表示虽然采取了戴口罩等措施 但在位于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F35总装车间等地 保持社交距离并不限时 目前已经有一名员工因新冠肺炎死亡 洛马此前对华尔街人士透露 今年销售额预计将减少4亿美元 接下来几个月是受冲击的高峰期 在员工感染各州的限制措施 以及零部件供应滞后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下 其拳头产品F35战机的生产与交付将受到影响 疫情对另一家军工巨头波音的冲击 则直接涉及到其商业模式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报道 多年来商用飞机在波音的收入中 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波音往往用销售客机赚来的资金 来支持军事装备的研发与生产 但疫情很可能将颠覆这一模式 波音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也坦言 武器装备将成为未来波音收入的稳定器 但目前尚不清楚 全球出行需求减少给波音客机业务 带来的损失 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军用产品的研制 受疫情的影响 美国军工工业订单向后延三个月 也说明产业链过长 很多武器装备的元器件都来自国外 所以目前看低速生产缓慢交付 应该是目前的一个基本状态 但目前看美国高端武器装备的发展 并没有受到质的影响 它只是时间上的推移 数量没有降低 质量没有降低 只是在时间周期上向后挪了几个月 所以从目前看的影响并不太大 随着疫情的终结 美国将会加速进行 把疫情对美国军火工业 包括武器装备交付的各种损失 逐渐弥补起来 再穷不能群军事 所以美国第一美国优先 在疫情之后有可能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发力状态 相比之下俄罗斯国防工业对疫情冲击处理的更好 俄最大造船厂也是唯一的核潜艇造船厂 北德文斯克造船厂早些时候宣布 厂区已经从4月中旬开始恢复运行 近3万名员工中有1.6万已经复工 俄最大的坦克制造商乌拉尔机车设备厂也表示 不会因为疫情减缓为俄军生产 主战坦克及装甲车的计划 此外不少老牌军工企业也迅速转身 位于莫斯科州的这家企业 此前的业务包括为坦克生产瞄准系统 为机枪生产狙击光学组件 以及为强机机生产光电搜索瞄准设备等 但在短短30多天里 该工厂就生产出了第一批次300套热像仪 теперь мы усложняем эксперимент просим подойти сюда как можно больше людей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на участке сборки и начинаем движение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бы где-нибудь на станции метро давайте тоже вместе пройдемся ск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может измерять комплекс? это площадь примерно порядка 20 квадратных метров и мы снова усложняем задачу в этот раз нам принесли стакан горячей вод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имитировать коронавирус точнее повышенную температуру тела повышенную температуру метро стакан оставляем и идем гулять туда где гуляют все и что мы видим то есть вот произошло срабаты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произвучал аварийный скажем так звуковой сигнал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у нас появился человек у которого повышена температура тела 据俄媒报道 目前该厂研制的热像仪 已经在莫斯科火车站投入使用 并在5天时间里发现了50位发热人士 随后的检测显示 50人中有1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红星电视台还特别指出 俄罗斯此前一直从美国或者法国 进口热像仪 但这套由军工企业生产的热像仪上 所有零部件都是俄罗斯国产 韩国方面宣布从6号开始 疫情防控措施进入到生活防疫阶段 随着方方面面的逐步放开计划 向全社会推行新生活方式 以应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 新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韩国KBS报道称 进入生活防疫阶段后 韩国民众即使或许到现场观看体育比赛 也不能边吃零食边看比赛 球迷们唱歌喊口号都会有飞沫飞出 需要尽量减少这种情况 助威的时候也应避免身体接触 在KTV每个麦克上都要带一次性的套子 在餐厅最好不要与同行的朋友面对面坐 而是坐在同一侧 在乘坐火车或者是高速大巴时 乘客应该间隔而坐 与其他乘客保持一定距离 如果坐不到保持距离 则需要佩戴口罩 在电影院或者是剧院里 座位安排成Z字形 人与人之间空出一个座位 韩国政府鼓励民众 最好使用网上银行或者是自动取款机 尽量避免到银行窗口办理业务 此外韩国政府还推出个人防疫五大守则 即身体不适需在家休息三至四天 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两臂的距离 每次洗手超过30秒 咳嗽要用衣袖遮挡 每天两次开窗通风定期进行消毒 韩国卫生部门强调 要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定社交距离 打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韩媒称 借由疫情推行新的生活方式 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具有深远意义 但在落实当中也遇到不少难点 最主要的是无法避免人员聚集的情景 韩国政府宣布从6号起 全国正式转入生活防疫阶段 就在当天的早高峰 首尔地铁系统迎来大量人流 现在正是早高峰时间 地铁里人流非常的拥挤 在我身后等着上车的乘客排起了长队 每列列车车厢里都挤满了人 从地铁下车的人与上车的人交织在一起 地铁站里的广播不断播放着新冠疫情预防守则 在新冠疫情严重时 地铁客流只有往常65%的水平 从4月底开始 已经达到疫情前85%到90%的水平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车厢内乘客完全无法保持一到两米的距离 还没因此呼吁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时 一定要佩戴口罩 另一个无法避免的人员聚集地点就是学校 韩国中小学预定从5月13号开始分批次开学 家长们已经开始担心健康问题 按照规定 学生们在校期间全程都必须佩戴口罩 韩国教育部表示口罩要戴到什么时候 还要根据疫情后续的情况再定 但是越来越热的天气成为家长们最担心的问题 特别是到了盛夏气温过高 学生全天戴着口罩容易引起身体不适 韩国教育部出台的指导意见中明确 禁止使用空气净化器 空调等室内空气循环设备 才能看到4号 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代表举行了 线上的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认捐大会 三个小时就募集了74亿欧元计划用于新冠疫苗的研发 而美国的缺席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忧虑与批评 据美联社报道 当天包括中国 韩国 日本以及欧盟主要国家在内 全球有40多个国家参加了这次在线认捐大会 多国领导人 国际组织和银行承诺 提供74亿欧元资金用于新冠疫苗的研究 在未来几天可能还会有更多资金到位 世界各国代表在声明中称 如果疫苗研发成功 将成为全世界21世纪一项最为特别的公共财产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将这次募捐活动 称为是一个让全世界团结起来 应对共同威胁以及塑造共同未来的机会 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会议的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指出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 世界各国都是命运共同体 在抗疫过程中 信心团结比金字还重要 恐慌推诿比病毒更可怕 此次会议由欧盟主办 但欧洲的盟友美国却并未参加引发不满 据法新社5号报道 欧盟对于美国的缺席感到失望 欧盟官员向法新社表示 欧盟总是积极地呼应并参与 美国发起的全球性活动 但美国却拒绝做出相应程度的贡献 美国这么做是在自我孤立 还有一些与会领导人担心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会导致一场 跨大西洋疫苗竞赛 德国《每日经报》报道称 特朗普显然对争夺 美国第一研发疫苗更感兴趣 而不是全球共同开发疫苗 并让全球民众受益 看到近日针对美国方面 关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谣言 全球众多科学家已经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那就是新冠病毒是源于自然界的 所有信息均可以表明这一点 伊恩琼斯教授是英国雷丁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的病毒学家 琼斯表示 中国的抗疫措施非常杰出 而针对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谣言 琼斯明确表示这不可能 我的看法非常明确 那就是这个病毒并不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 因为病毒的基因序列明确表明 这也是一种动物病毒 如果是实验室对病毒做了基因改造 会有相应的记号显示出人为改造的地方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记号 新冠病毒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动物病毒 第二个原因是类似的动物病毒以前就有过 比如频繁发生的流感 意大利知名病毒学家普雷利亚斯科 5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界 所谓新冠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的说法 纯属谣言 毫无事实依据 我确信新冠病毒的源头一定来自于自然界 无论是数据库中的资料还是个案的研究 都表明病毒是自然进化的结果 普雷利亚斯科教授认为 新冠病毒隐蔽性强 科学研究和认知过程需要时间 但得出结论必须建立在 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之上 此外据路透社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5号在新发布会上承认 美方不清楚病毒来源 同一天美国后任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在出席国会参议院提名听证会时表示 未见到关于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或者源于中国武汉市场的任何证据 在被问及如果事实与总统想要德国相悖该如何处理时 拉特·克里夫称任何人的观点都不会影响情报结果独立性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 有证据让他在很大程度上相信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 美国务卿蓬佩奥也曾表示 大量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的实验室 但却并没有给出具体证据 好 公众资讯再来看一组素栏 5号因疫情推迟数月的韩国职业棒球联赛开赛 看台被密密麻麻的假观众坐满 出于防疫考虑比赛采用网络直播形式 但为了创造真实的气氛 举办方仍在看台处布置了印有观众人像的横幅 并且每个假观众都佩戴了口罩 美国ESPN也罕见地转播了当天的赛事 因为美职棒的观众们已经很久没看到比赛了 4号起 印度德里地区开始对酒类商品 强制征收70%的高额税费 以遏制买酒民众在店铺前的大规模聚集 但这种新关税似乎没有发挥作用 政策发布的第二天 一些地方的买酒队伍甚至长达1.5公里 稍早前 印度放松了为期六周的封锁措施 这让残酒的民众蜂拥而至 加大了聚集感染病毒的风险 一度需要警方出动维持秩序 疫情期间如何安顿无法上学 宅在家中的大魔王们 韩国玩具产业给出了答案 卫生间的浴缸成了小钓鱼池 挂在客厅的气球和用纸杯制作的章鱼玩偶 也成了孩子们喜欢的玩具 家长不仅可以和孩子一起做手工 还能一起烘焙饼干 大家越来越适应这种家庭娱乐方式 宅家的相关产业迎来利好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5号晚 阿联酋沙家一栋摩天大楼燃起熊熊大火 惊动周围居民 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来看 这栋超过40层高的大楼 几乎完全被大火吞噬 仿佛一个晴天火柱 报道称 大火可能始于10楼的一家餐馆 截至当晚12点 火室已经得到了控制 大火造成了至少7人受伤 火灾原因将继续调查 据韩国NBC电视台报道 墨西哥普埃布拉伊地带 同时出现了4个巨型龙卷风 常住情的龙卷风疯狂一动 吸进灰蒙蒙的沙尘 这样的场面极不寻常 幸运的是 四龙齐聚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最近伊朗女孩纳斯拉巴迪 用脚为著名球星C罗 画了一幅微妙微笑的画像 在社交网络上走红 纳斯拉巴迪全身85%瘫痪 很难用手握紧画笔 出于对艺术的热爱 纳斯拉巴迪坚持用右脚脚趾 夹着画笔创作 此前纳斯拉巴迪 已经用脚创作出了多幅大作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荷兰阿纳姆皇家汉堡动物园的 水族馆中 一只红尔华龟和加勒比海海牛 成了好朋友 他们两个在水中形影不离 游动时也要轻易地把头贴在一起 看上去十分和谐温馨 这种跨物种的有益和稀稀的表现 令生物学家感到惊讶 就在几个月前 这只乌龟曾设法和另外两只乌龟 保持距离 你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 惊人亚洲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来点击更多精彩内容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